首相专车使劲白宫 众所瞩目的每日峰会 在台湾时间17号凌晨终于登场 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所谓访美的外国领袖 总共两个半小时的会谈 开头20分钟为闭门的午餐会 双方闲话家常 相谈甚欢 据说连美方准备的汉堡餐点都忘了吃 拜登和菅义伟亲尼的以名字呼称 展现麻吉的好关系 这次为了防疫考量 各项行程都大幅缩水 会面不握手 双方人员也都戴上口罩 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 甚至加码带了两层 会谈后的机制会上 两人分别针对疫情 气候变迁 北朝鲜非核化 以及中国威胁等议题 表达立场 菅义伟还在声明当中特别强调 希望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并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这是从1969年以来 睽違半个多世纪 每日再度与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 引发日美高度关注 产阶新闻就认为 这代表日本角色变得更为重要 甚至传出日本政府内部有人提案 日后海上自卫队舰艇 可以通过台湾海峡 连美之中 而朝日新闻则预期 这罕见举动将强烈挑动中国神经 等于将日本推至 抗中战线的最前线 专家就指出 为避免冲突发生 势必得加强美日同盟合作 今天晚上台湾最前线来看国际政治 南空国际政治跟全世界的政治都一样啦 看谁权力大 看谁拳头大 看谁声量大 这次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这次的美日同盟里面 日本52年来第一次提到台湾 日本人其实很会看风向的 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内政也不好 中国的外面环境也深受美国的打击 干脆这一次他也抱着风向跟着美国走 看来第一个中国的问题很大 第二个台湾的地位有逐渐上升 对没错 这个文章讲到重点 因为你会发现日本的动作 其实日本之前的外交政策动作 就是跟着美国走 为什么 因为有个美日安保条约在嘛 所以日本的动态一定是看美国的动态 所以你会发现 简易伟日本的首相 他现在的动作呢 当然也是研判完美国跟拜登总统的动作之后 所做的决定嘛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为什么重要是重要在于说 我们先讲清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特别提到说 这是52年来首度提到台湾 因为52年前 是安倍的熟父 那个时候的首相叫佐藤荣作 佐藤荣作当初呢 因为对台湾很好 所以佐藤荣作呢 在52年前曾经提到过 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 可是在那个之后呢 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 发生很大的变化 美国当时的尼克森总统认为说 他要联合中国来制衡苏联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后 日本就没有在安全政策上提到台湾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日本的动作 也是看着美国的动作走 就是因为美国发生变化 所以日本这52年来 就没有特别再提到过台湾 不但这样子 而且日本的外务省的官员 也很会看风向嘛 什么叫看风向 日本的外务省官员 从那个之后呢 对于台湾的官方的事情 能回避就回避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311的赠灾的时候 台湾捐了很多钱 但日本的官方第一时间呢 在对各国的感谢的时候呢 捐款的感谢第一时间 其实没有把台湾列进去 我们不是捐很多很多 比较起来的话吗 对 然后呢 日本的社会都已经捐到说 日本社会认为说 台湾呢 捐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在日本最需要的时候 捐了这么多钱 日本政府怎么可以在感谢名单里面 没有把台湾列进去 第一时间没有讲 第一时间没有讲 然后反而是由日本的社会呢 给日本政府压力了之后呢 日本政府才愿意表态 所以你可以发现 日本的官僚系统 日本的外务省的官员呢 在这个50几年来的政策变化之下呢 他们其实克谁的情况也很严重 克中国 对 其实讲说克中国 不如说他其实也是要看 美国老大哥的脸色 美国老大哥当时呢 对中国比较亲善 所以呢 这个脸色呢 当然就不能太难看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因为美国对中国政策 美国发现说 这个你中国这方面呢 你一方面呢 又想要发挥你的霸权主义 影响人家 二方面呢 你偷技术啦 或是说你试图在破坏台海的现状 你在威胁台湾 恐吓台湾 这些状况呢 当然都让美国的态度 产生很大的变化嘛 尤其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 美国态度变化是更明显的 所以你去看 日本的媒体自己抢先在报道一件事情 报道什么呢 报道说 美国跟日本的联合声明里面 把台湾给列进去 所以你看像这是朝日新闻的报道 他提到说 日本跟美国怎么样呢 把台湾给名列进去 在他们的双方的峰会 当作标题哦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朝日新闻 像独卖新闻各家媒体都把它列进去 特别强调这件事 那这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有日本的媒体就分析说 这个是对日本的外交政策 这是一个转换点 转捩点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以前外交政策不会讲台湾 对 然后在这个之后 你就会发现日本的外交政策 在这一次的声明过后呢 他们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要做调整了 所以日本的媒体才会说 这是一个转捩点 也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跟国防政策 从这之后就开始做调整 那你去看哦 今天声明才发出来 有一个人的态度呢 就跟动作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动作是谁呢 是日本的防卫大臣 就是日本的国防部长 日本的国防部长岸信夫 他今天就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他发推特上面告诉你说 日本在今年秋天的时候 陆上自卫队会参加一场 过去到现在为止 最大规模的演习计划 你看他还自己剖图片给你看哦 告诉你说今年秋天的时候 这是日本史上最大的 自卫队的演习计划 那第二个 岸信夫又做了一件事 岸信夫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说 他到宇纳国岛去遥望台湾 意思就是说 注意看哦 今天其实提到的声明里面 是讲到台湾海峡的安全 对不对 然后你看 这个岸信夫做的动作就是 在眺望台湾 告诉你看的是台湾海峡 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 所以岸信夫做的两个动作 都有代表的意义哦 都对中国来的啊 当然啊 而且还有为了台湾海峡 跟台湾的状况来的嘛 可是宇纳国岛就钓鱼台嘛 对不对 对 然后重点是日本美日安保条约的周边有事的这个定义里面 周边两个字很明显是把台湾海峡给纳进去那个范围里面嘛 但只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这个时间你如果是中国的话 我请问你中国要怎么回应 52年来竟然敢竟然这么大大大的说 他现在想应该怎么回应日本吧 所以你中国的回应是什么你知道吗 52年来做这么大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制裁冰岛 等等跟冰岛什么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中国在他的相关的关注的新闻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看中国关注的前十大新闻里面 第一条确实是要回应台湾这件事情嘛 今天这个时候第一名是不是 对他回应的方式是说 你们美国跟日本不要搞国际小圈圈 不要搞国际小圈圈 那你会发现只有这样一件事情 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还不够嘛 所以中国政府呢找到另外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制裁冰岛 那你想说奇怪关冰岛什么事情呢 好跟各位大家讲 因为冰岛有一个律师投诉了冰岛的媒体 然后批判说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里面 处理状况不佳 结果这件事情呢 让中国抓到的机会说 你看你们冰岛人呢 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 哇这件事这样讲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中方对冰岛有关人员 实施同等制裁 但文耀你要想一件事 奇怪了 你中国政府没事去制裁一个冰岛的平民干嘛呢 他又不是官员 他也不是国会议员 然后呢 你去制裁一个投诉媒体的平民 那请你告诉我 冰岛外长能跟你讲什么 他只能告诉你这个是冰岛的言论自由啊 冰岛政府又不能处罚他 中国要告诉你 我有条件制裁别人 但中国政府真的要讲的话是 我要透过制裁冰岛的平民告诉你 拜托你们把朱莉放到这里来啦 不要一直盯着台湾问题看啦 这就是一个带民族的风向嘛 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你看 美国跟日本欺负我们 冰岛也欺负我们 美国跟日本一个是经济第一大 一个是经济第三大 那冰岛才35万人口 连我们台湾的新竹市人口都还要少 连冰岛都欺负我们 怎么可以 所以我们要制裁他 但文耀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在这里面 中国的官媒跟中国政府 很显然还没有找到自己要处理方式嘛 所以干脆呢 甩锅给冰岛 或是转移焦点给冰岛 把它当作来分散注意力的焦点 但你会想想你会觉得 这种政府的处理方式 某方面来看也是非常可笑啊 其实国际政治还是很现实 我们来看到 日本驻台代表官邸 升日本国旗 我想这也是在瑞德哥这么多年 看到台湾 日本 美国 中国政治当中 头一次看到 因为日本人其实 他们是很谨慎 那刚刚清皇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看风向 因为风向确定之后 他们跟着走就对了 他们有很多时候 保守不太愿意承担风险 对 没错 那么日本人的个性啊 因为我父亲生前 当了50年的日本台侨 所以我从小到大 就接触日本人的这个社会啊 那么日本人一向 对中国的态度 是非常的小心处理的 很在意 对 没有错 他一向呢 那么尽量不去得罪中国啊 然后呢 对台湾 虽然私底下跟台湾不错 对不对 但是在官方上面 一向都非常的谨小慎为 冷掉 谨小慎为哦 已经不是谨慎 是谨小慎为 今天日本驻台的代表处的这个官邸啊 升上了日本国旗啊 你说日本的代表不就本来就升日本的国旗吗 本来应该要升的嘛 不是吗 他以前都不升 而现在升就表示他的意义非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明年就是中国跟日本建交50年 他却在50年建交的前夕 把这个国旗给升上去 升上去代表什么 代表我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那事情大条啊 所以对这个中国来讲啊 他中国一定会抗议 你放心 他一定抗议的 不过 刚刚清华已经说了 从日本的总总作为 您认为 那么菅义为首相跟这个 美国总统拜登啊 两个人高峰会谈 谈完了以后呢 共同发表有关于台湾海峡的安全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两岸 台海两岸 他们希望能够老共 意思就是说老共你应该要坚守和平 不要再挑衅 不要再制造动乱了嘛 他的意思是这样啦 那也不要忘记老共我马上 这个一些这个外交官啊 外交政客 马上出来 哔哩啪啪啪又来了 又来那些说什么 这个是内政啦 台湾那个 属于祖国 谁是你是谁的祖国啊 讲白了 你跟台湾一点关系也没有 跟中华民国一点关系没有 他们竟然直接讲说 中华民国1949年就亡国了 那亡国了就没有所谓的九二公司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中国 一直讲说是中华民国 人家根本不承认嘛 给你模糊的空间 以前还 以前中国共产党还留一个模糊的空间 让国民党现在没有啦 现在就跟你讲 你没有了 你再见了 你拜拜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那日本这个动作 我跟你讲 日本这个动作表示他们硬起来 各位不要小看日本 为什么呢 马上要举行这个演习 那么下个月马上 包括美国 日本 澳洲 然后印度跟法国 五国的海军大联盟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刚刚讲到那个事才是重头戏 为什么 日本从二战 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最大的一次的演习即将展开 日本自卫队也不过只有15万 说今年秋天 14万人要投入啊 今年秋天 不要以为只有14万人 还有海军 你知道吗 日本没有 日本宪法规定 对不对 怕他们又帝国主义穷兵独武 所以宪法规定不能有军队 但没有军队已经吓死人了 他们昌龙级的潜舰 对不对 然后还有包括 他还没有军队 神盾舰已经有七艘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的战力实际很强 他们的总体军力 人数虽然没有中共那么厉害 但是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了 那么除此之外 你也不要忘记 他们的加贺号这些啊 那么已经现在在加装钢板 为什么 钢板加装了以后呢 以后就是轻航母 他拥有 他买了147架 F-35A跟F-35B F-35A一般的隐形战机 F-35B啊 只要100公尺的跑道就可以直接那么在航空母舰上起降 逆中啦 他现在日本本身就有147架 什么意思 你记得上个礼拜 青年日报的社长 刚刚因为不小心破了一张照片一个新闻 结果被撤职 对不对 就被换掉了嘛 台湾拥有一个雷达运到了澎湖马公港 可以抓得到歼20的隐形战机 隐形战机之所以叫隐形战机是逆中 抓不到才叫隐形战机嘛 竟然抓得到 我们抓得到他就不是隐形战机了嘛 他如何飞到台北来 然后给你发射飞弹 对不对 然后把你干掉 这个东西你认为真的是中科院自己本身 全部都自己做出自力更生做出来的吗 应该不是吧 为什么 因为台湾没有隐形战机 台湾没有逆中涂料 跟美国合作 我们没有 那谁有 那不是美国嘛 一定是他 就这个样子嘛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有些事情啊 是可以做不能说 要不然的话 青年日报社长为什么要被换掉 很简单嘛 青年日报换掉 就证实台湾确实有雷达车 可以抓得到歼20战机 我讲坦白就是这个样 否则不需要换 否则不需要换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要知道 现在的局势 现在变成就是说 老共把整个亚洲所有的邻居 全部得罪了 没有人是他的朋友 除了俄罗斯之外 不过很好玩 哥良好一对宝 俄罗斯跟他号称是多好的朋友 对不对 以前不是不好吗 中共人民解放军陆军 驻扎最多的军队 就是在俄罗斯边界 现在还驻扎 还是一样 所以我跟你那么好 结果我把我最多的陆军 驻扎在那边防着你 我也怕你 所以大家都是各怀鬼胎的 不要来这一套你们有多好 但现在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现在连本来在去年 还在游移 然后到底要靠美国 靠中国的南韩 现在都来挖美国 整个船不敢这样 对特地 240艘渔船 去给人家入侵牛二胶 有没有 现在连菲律宾 所以前几天 菲律宾才跟美国搞军演嘛 所以他们不算 一天十几T4 不是25架飞机飞过来吗 那不是针对台湾 那是针对菲律宾 跟那个美国的军演嘛 整个阿周能够得罪 你全部都得罪 我就搞不清楚 你这个习近平 到底在想什么 你连做一个 基本的一个领袖的资格 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在要称帝的过程当中 你竟然把所有 本来可能投靠你的 然后跟你当个小弟的 这国家 全部都得罪了 请问朗东兄 中国现在是不是 因为自己的内政也好 问题很多 再加上美国要跟中国之间 有很多贸易权 打科技战等等的 所以形成现在这个 2021年中国这么低趋势 或者是低声量的情形 对 不是因为说中国它变得很弱 所以大家要搞它 世界上比中国弱的国家 才太多 重点在于说呢 中国它算遇到一些问题 但整体的国力上来讲 工业革命以来它现在是最强的 但是它摆出一副说 我已经强到我们美国都不放在眼里 国际规则不放在眼里的时候 其实它让人想到过去的这个苏联 因此才叫成欧洲啊 美国啊 日本现在慢慢反中的局势 就这样起来了 我们先讲第一个 日本的民众的部分 因为官方我们刚刚讲过 日本民众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 去年10月6号的时候 美国智库皮尤发布了一个民调 他去调查十几个国家 看看到底谁呢 最讨厌中国 发现说日本人 百分之八十六的日本人 是讨厌中国 这么讨厌啊 对这个非常地高 第二名是瑞典 然后超过七成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话 有十几个 然后结果呢 有意思的事情 也有隔了一个多月 中国的他们自己的 中国国际出版 他们背后就中宣布 等于中国官方啦 跟日本的民间团体呢 再做了一次民调 八十九点七 结果比例还更高的三趴 互相讨厌 对将近九成的日本人 都讨厌中国 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嘛 中国过去就把日本 当成民主主义的提款机 有事没事的 什么什么小日本鬼子 什么就一直去骂日本 然后反正一切都是 日本人过去害的 把二战时候的这些事情 一直拿出来讲 所以说中国 藉由仇日的方式 去凝聚他的这个民族主义 那日本人看来眼里 当然就觉得 你这个中国人不是一个 可以深交的一个朋友嘛 那所以到这样来 但对于日本官方来讲 他必须去看美国的这个角度 那大家要知道说 台湾过去 在国际地位上面 一直遇到很多打压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困境 可是困境最多的 当然是中华民国 催出联合国的时候 那当然包含是说 这整个变局是来自于 尼克森在1970年的时候 发现说最大敌人 这个是苏联 但是呢 所以他拉拢中国 去对抗苏联嘛 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就被抛弃掉了 就是这个被边缘化了 就是地位上面就比较危险 但是美国也没有完全放弃台湾 台湾还是在美国 整体的一个援助 之下维持一定的平衡 只是希望说两岸之间 那时候不要有冲突 日本那时候跟着中国 所以说日本之后就没有再提到台湾两个字 这原言是这样来的 所以从世界局势来看 那时候是因为美苏之间的这个关机起来之后 美国拉苏联 美国拉中国去对抗苏联 现在局势不一样 很显然的是说俄罗斯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威胁 这是美国 最后就是中国 中国就造成它的极权扩张 已经一带一路已经扩张到西亚中亚 然后包含说整个东海南海都在里面 那下来看到是说 他们这一次呢 就昨天的时候菅义委去的这个美国 然后他们主要讲什么呢 他们讲的是说 东海和南海以武力或改变现况的意图 他说改变现况什么意思 就觉得中国他现在好像是 似乎要对台湾进行武力并吞 或者是恫吓动作 以及对印太地区恫吓他人的行为 其实虽然讲的有点抽象 就叫中国的军机不要一直来啦 叫中国那边不要在那边一直乱啊 但是讲的是非常的明显 连包含是他们原本有一些 好像已经有一次副菜 讲一些科技跟产业的议题 讲到气候变迁啊 疫苗啊 还有一些5G半导体 人工智慧等等 然后拜登还直接讲说 我们这个不是专制国家 是民主国家拥有的方法进行管理 其实日本你要赚钱 你可以跟我们美国一起赚 民主制度下的钱 不用跟中国 你不要去跟中国赚这个钱 因为中国他现在跟你赚这个钱 他背后 他专制之下 他可以用国营企业去偷你的技术 派间谍啦 或者说现在看起 或者用不正当的方式补贴 来打垮你的产业 所以美国其实讲得很清楚 不管是产业也好 或者是战略合作也好 跟日本地方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 菅义伟他现在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同盟的重要性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日同盟保护台湾 已经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卉议员说实在话 你看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很多台商彼此在这边做生意 日本跟中国一样关联非常深厚 有多少企业在中国有 这五十几年来 日本通通不敢帮台湾 这么明白的这样表达声量 谁看的明白 整个都我跟美国这边起来 其实过去五十年 不是只有日本不敢 很多国家对于 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完全不敢讲 不敢明讲 为什么就是说 现在从战略模糊 变战略的清晰 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对台湾而已 是全世界对台湾 那这个状况是谁造成的 其实不是台湾当局 美国造成 习近平自己造成的 包含刚刚朗东讲的 就是说你为了让你自己成为可以跟美国抗衡的一个国家 你处处去干涉人家 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 买了很多的广告 买了很多他们那边的政治人物 然后去干预人家的内政 甚至接下来跟你合作生意的时候 你去偷人家的科技 然后还反而在人家的这些商品里面 放一些间谍软体 偷人家的技术 偷人家的科技 你到最后变成是世界公敌 这全部是你自己国家造成的 接下来你习近平做什么 你习近平为了当习皇帝 包含对香港的态度 包含你在前年发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习武点 对台湾的态度 这完全就是改变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美国 因为以台湾关系法来讲 其实台湾关系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中国跟台湾 你们就是维持现状 但如果你美国如果你中国你来干预台湾 或者是有可能武力犯台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有立场 所以谁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难道不是中国吗 中国在这个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美国的特使来台的时候 他派了几 他那天派了25架的共鸡来老台 数量最多啦 所以不是就是在挑衅吗 所以我要回过头来讲说 为什么这一次日本美日这个一起的这个共同的声明 其实他们会非常的正视台这个海这个 呃台湾的这个海峡的安全的问题 这个其实不是只关心台湾 这个也关心日本 为什么你海警法通过之后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了 中国在今年年初自己的宣布了海警法 有没有跟周边国家去讨论这件事情 没有 但他这件事情做下去代表 他可以随时在他认为是他自己海域的地方 我就对你日本开枪 我就对你 对你这个菲律宾开枪 我都对你南海任何一个国家开枪 这不是与世界为敌吗 所以这个东西 到现在这个地步 其实都是习近平 因为为了要做习皇帝 那我要讲啦 他到底是不是内政不稳 我倒不这么认为 那他什么问题 我认为他现在其实 因为他差不多 他国家里面能够跟他抗衡的人 差不多被他扮得差不多 你说习皇帝是吧 但他为了要让明年的这个继续连任 没有 就是说他要巩固更多的这个民族的情绪 让他能够连任的更顺利 他现在要想说 我们开始抢了 现在东升西降 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新的八国联军 现在世界各国都看不起我们 所以他们要继续在这个复制200年 全用这个这个这个八国联军的方式来打打压我们 我是不晓得中国人民能不能接受啦 我只是有个单纯的想象 如果一个国家 200年前也被八国联军 200年后继续被八国联军 那你们这200年到底在干嘛 不是很好笑吗 而且重点是他把一般的老百姓 像我们刚刚讲的 冰岛的一个平民的投书 都可以当作是冰岛国家政府要打压你 你就会发现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嘛 然后苏菲我再讲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中国的反应 说实在话 他就三件事情嘛 第一个你其实之前一直在干预人家的国家嘛 人家国家哪一边 比如说像人家国家是有声援香港的行为 你也觉得说 这个我要打压你到底 这个我要杯葛到底 第二个你在你发展过程里面 你那个很多的企业 你去补贴他 那企业里面又有你国营色彩在里面 然后你去跟人家竞争 然后你去偷人家的技术 偷完人家的技术呢 你还在给人家塞后门城市 去窃取人家的个资 那这些行为在美国都有很多的法院的判例嘛 你看美国FBI都出来讲说 每隔几个小时 他们就会收到一个新的跟中国有关的案例 这个都是明确的事实嘛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说 你用这种方式激怒了全世界 全世界大家本来都觉得说 我好好跟你做生意 大家就正常的 好好像一般人一样相处 可是现在发现不是 你现在连一般的平民投书 你都会生气 这还得了 结果你知道中国今天有个很有趣的反应是什么吗 今天中国有个很有趣的反应是说 你们每日这样去提到台湾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鼓励那个什么 冲绳从日本独立出来 冲绳自己独立 你要想说这个讲法最可笑的在哪里 这个最可笑是在刚刚树培讲的那个 那个什么 就那个海警法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冲绳这边 石原岛啦冲绳啦 这边的渔民在捕鱼的时候 就是被你们中国的船给追赶嘛 所以人家被你打压过 然后你现在中国说我要去鼓励你们冲绳从日本独立出来 然后还说琉球王国应该要独立的 你觉得这种话日本人会接受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你会发现很明显的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语言是讲给他的民众自嗨自爽用 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讲中国自己有一句话 什么话你知道吗 就是讲现实跟讲情怀是不一样的 现实是客观的事实状况 情怀是你基于爱国去讲的 所以客观的事实状况是 除了美国跟日本现在第一个谈到安全的事情 第二个人家现在讲得很明确哦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美国跟日本不只要做5G哦 我们还要做6G 而且不但要做6G 日本要负责20亿美金 折合台币600亿 美国要负责25亿美金 折合台币这样算下来700多亿 所以你会发现人家跟你玩真的嘛 钱也要投资源要投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刚刚苏培有讲到一件事情 现在美国跟日本说 哦以后这些科技是民主国家才能够用的 我请问你这个民主国家 值得只有美国跟日本而已吗 当然不值嘛 他是把欧盟跟其他民主国家也包含在内嘛 意思就是要使用这些科技技术的 欢迎加入我们民主国家大同盟里面来 那这个象征意义还不够大吗 这就回到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四个字 叫做天下为中嘛 但天下为中现在是谁做出来的 其实就是中国这种 民粹跟民主主义 太讲情怀的宣传方式给弄出来的嘛 最后还有原汁意义 我想请问很明显 其实美国跟日本联合来打中国嘛 防御中国嘛 但问题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这么讲 是因为他要主张 他有钓鱼岛的主权 钓鱼台的主权 这么多的国际政治当中 我们台湾 干台湾什么事啊 我们得到什么好利益吗 日本跟美国特别特别的好 台湾有什么样的好处 最主要就是如果说两岸 两岸开战的话 当然是希望美日可以同盟一起协帮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目的啦 但是我也觉得说钓鱼台 我们也可以要深造我们主权 因为钓鱼台是我们的嘛 我们这个时候总是不能什么都话都没讲吧 我跟你讲 现在其实为什么美日会这样子 同盟会发表这样的声明啊 当然我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因为今天德国有个媒体讲 他说美国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叫反北京的朋友圈 就是说拜登现在一步一步的会去找很多反中国的朋友 盟国一起加入 更厉害加入 对当然啦 因为川普以前比较单边主义嘛 那拜登比较多多元主义 多方主义 那所以今天美国去日本去 当然我觉得美国跟美国的强烈意愿有关啦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日本媒体的分析 日本为什么会议反常态 忽然间开始发表这么强硬对中的声明 这可能跟美国的强烈意愿有关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 以后也不会只有日本 会有各个国家 那日本监议委 他跟美国会面完之后 他还要去印度 还要去其他国家 我觉得类似的这种同盟声明会越来越多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 他那个联合声明的文字内容 有一段是讲说 他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 其实这句话不是新的 这句话在三月多的时候 美日的二加二的会谈里面就出现 那下一句话说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 那请问什么叫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其实这句话是有点模糊的 他们还是没有讲说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的话 日本会去协防台湾 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 往好的方向去想 就是说你看他们已经同盟了 你看美国会协防台湾 因为美国派了很多军舰 远强舰队飞机什么都过来了 可是美国还是没有亲口 白纸黑字讲到说 大陆如果攻打台湾 一定会军事协防 所以我不知道说罗智政 他说现在美国对台湾 已经走向战略侵蚀 这可能大家要对战略侵蚀 跟战略模糊的定义 我觉得要先厘清一下 我先进一下广告 待会回来就请特别讲这个战略 为什么这跟国民党的战略 也有关系 这一次陶德来访问台湾 那江启臣主席 没有被邀请参加 那好像说这个名单 是因为AIT没有邀请国民党 到底国民党 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好不好 而战略政策要怎么进行 稍微回来 罗智政 网定宇 林昌作 纷纷公开跟陶德访团的合照 这让声跟外交国防委员会 并时时强调亲昧的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很吃味 还批民进党外交部 小鼻子小眼睛 但事实上受邀名单 是由AIT拟定邀请 在加立委证实跟外交部无关 也让蒋启臣的指控 显得一笑大方 更难堪的是美方在会中 披头就问 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立场 九二共识炒不停 占去大半会议时间 但在陶德询问 有没有需要他转告拜登的建议时 重追猛打莱猪议题的国民党立委 却直字不提 曾为了莱猪进口 在立法院上演猪内脏大战的国民党 现在反抢是民进党该续抗议 党籍立委吴思怀还在脸书质疑 拜登好友来台是为了推销军售 因为两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 史坦伯格 跟军火公司关系密切 吴思怀怀疑会不会三个月后 美国就要求台湾采购某项武器装备 国防部一定要挺起腰杆 不要美国要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 国民党不要动不动啊 就把这个问题请到所谓的军售 我认为它是在故意破坏台美之间的关系 民进党列出近来国民党和美方互动的事件部 去年阿扎尔来台国民党说他是瘦肉鸡老板 次行克拉克访台国民党带人到机场去抗议美猪 甚至AIT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时 还被突袭表达反来猪立场 更别说原本计划访台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被篮尾批评是恶客 这次逃德访团来台又被质疑来卖武器 看来国民党要和美方修补关系难上加难 原汁议员上一段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 第一个讲到美国跟日本关系越来越好 刚才加一个 国民党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好像也没很好 但国民党跟中国的关系也没很好 那国民党怎么办 国民党就监督民进党啊 等我们执政 我相信我们执政 我们跟美国关系也会非常好 一定的啦 国民党执政跟美国关系也会非常好 一定非常好 因为我刚回过头来讲嘛 我就说美国 美国现在跟台湾好 是因为台湾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而且台湾的价值 比如说民主自由 是跟美国是在一体的嘛 还有战略地位 对所以美国不是说跟民进党好 美国是跟台湾好 是跟台湾好 跟台湾好 所以今天如果换做国民党执政 跟美国关系一样好 而且包括像我们比如说朱立伦啊 什么跟美国关系都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来往 可是江一臣就没有跟美国很好 那个AIT为什么没邀他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因为他是有六 他六个人嘛 两个执政党 然后国民党两位嘛 就蒋万安和 蒋万安跟陈乙信 陈乙信 那好像有邀林维州 那林维州不去嘛 然后民进党是王定宇 王定宇跟罗智政 然后另外还有林长佐 然后林长佐嘛 还有民进党还有一位嘛 所以他们是怎么去选择 我们不清楚 因为就像你 他为什么不找其他民进党立委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不过有人在讲说 国民党为什么不用这个机会去 表达一下来坐立场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表达啦 会吗 我觉得可以啦 但是可能他们里面内部的气氛 或者是时间不够啊 不好意思啦 因为有很多议题嘛 像像民进党也可以表达说 我们吃莱猪到底换到什么 也可以去问 民进党会想问吗 那个现在里面的气氛嘛 不会吧 里面的气氛或者是时间 我觉得当然 没有人那么白目吧 是吗 所以所以 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的表达的 表达的机会 国民党也不敢问 民进党也不敢问 是变将哦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在外交礼仪上 或者是在国际经贸上 不会有人在大家一起见面 聊天 培养感情的说 哎呀我豬肉跟你玩什么 不会有人这么做 但所有的谈判 一定都是在进行当中 国民党也不会去问 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一直包含讲安安 之前在这个议事厅里面 他怎么样问书贞昌 他怎么样问书贞昌的 你拿了美国猪肉 你换了什么 对啊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 你身为一个在野党 你可以表示出在野党 对这一件事情的关切程度 执政党现在正在跟美国谈 你不晓得没有关系 但你在野党 你总是可以问问说 我们国家内部 对于这一件事情很关切 但为什么讲安安不敢问 陈一新不敢问 陈一新了解美国 因为正常的外交礼仪上面 不会有人这么做 讲安安是一个 有政治未来的人 他当然知道 如果他想要在未来 在台湾的政治圈上面 真的占有一席之地 他就不能像鲁锐右燕 他就不能那么北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讲万安很清楚 这现在倒是 江启成真的是有点糗 因为江启成 他明明是一个 接下来要继续连任 党主席的人 他自己也是国会议员 但在邀请国会议员 一起来的时候 明明就漏掉了江启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代表AIT 有一个清楚的表态 那他选党主席 会不会选不上 不知道 因为现在只有他表态 不过先谢谢苏培议员解释 为什么蒋万安 他们没有在会上去问这个问题 那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觉得反来出不是 等一下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苏培这样讲 是帮你留个余地 但是我觉得 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呢 你要看 这个来的美国代表团 这个陶德 他们是直接跟美术议题相关的 你要想说之前捷克议长来的时候 国民党都跑去去问人家 都去跟人家抗议了 现在直接相关的美国团来了 你们反而都没有问题 这个道德勇气 这时候怎么没有拿出来呢 反萊猪真的跟反美无关 萊猪是莱克多班猪 所以我觉得 而且民进党以前 也有反萊猪跟反萊猪 我觉得国民党在反萊猪 这件事情就是政治操作 你真正可以去表达你的立场 关心食安的部分 你就不敢去表态 然后反而 没有啊 不是你刚刚也讲说 在那个会上 可能外交礼仪什么 你刚刚也有讲 你在外交礼仪上面 你可以政治清楚 你可以政治头脑 非常的清楚说 我未来我也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为了在政治操作 我为了拿到这个 把这个议题拿来 当我自己的亏迪特的时候 当我政治的亏迪特的时候 你就在台湾乱啊 那民进党以前反萊猪 也是政治操作吗 民进党以前反萊猪 反萊猪也是反美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啦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战成这件事情了 国际标准是石安 然后反萊猪是外交 不要混在一起啦 不过今天啊 今天我们特别谈到说 美牛就不是石安 所以你反美牛就反美 所以你反美哦 你之前进口美牛的时候 今天我们谈到说 日本很明白 他也对抗中国嘛 表达跟美国在一起嘛 但问题是刚才 我也问过树培议员 就是日本跟中国 很多企业合作 台湾跟中国也很多企业合作 如果以现在这个国际局势来看 对台商有帮助吗 对台商 刚刚那个秦王有讲嘛 可能台商在跟中国大陆 做生意的时候 会有一些顾虑 已经开始越来越有顾虑了 他刚刚我们是要广告的时候 聊天有讲 那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 当然美日对我们越好 当然是非常棒 就是说他愿意可以协帮 协帮台湾是很好 那我刚刚讲战略清新的定义是说 他们要白纸黑字口头承诺 但其实都还没有 包括布林肯在三天前 公司嘴巴说说 谁在肯定以白纸黑字 所以就是说他没有讲 就譬如说也没有立法嘛 因为当然大家都看那个什么 什么台湾关系法什么之类 就都还没有立法 很开心 那几天前纽约时报 也写过一个评论 就是说是不是时候 去放弃战略模糊 所以说你现在推一步说 这个现在就是战略清新 其实还没有到 但我们希望 可是我们是预判 就是说你跟他武器都来 所以应该是战略清新 可是到底是不是战略清新 第一个没有立法 第二个也要打 打真的有那一天才知道 所以我们乐观看待 但是不能完全 完全依赖这个 那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日本的关系 日本现在协防我们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日本 有一些议题应有态度 还是要有 比如说日本排放核废水 我觉得应该要硬一点 像比如说苏正昌院长 昨天终于出来接受访问 他的讲法就不像他以前 如果说是中共排放核废水 他已经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 土匪政权 以零为货 结果昨天他讲法是说 我们会监测 如果有受害的话 我们会求偿 就弱很多 我们应该是预防 而不是说受害之后的补偿 所以我觉得不希望说听到说 因为日本也在协防我们 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态度 就要比较软 这个是我们不乐见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今天一个比较热门的议题 就是说驻美的口译歌 要回来选市议员 我觉得说你需要两年多 现在台北关系 更是更进一步的时候了 你是这么的厉害的 破格任用 在那边国家再赔你一个月 二十几万 那你应该继续为美国打拼 在为台北关系打拼 忽然间两年多累计经验之后 因为我又不想干 所以中国国民党 现在非常肯定口译歌 我不是肯定他 他这个破格任用之后 这一年来这两年来的 破格我在酸你听不出来吗 你如果要 我在酸你听不出来吗 没有 他以为是正面肯定 我觉得很肯定啊 因为他说美中 美台有史以来 五十年来最好 就是因为口译歌 破格任用啊 那要继续做 两年多不够啊 怎么可以玩一玩玩两年多又回来 这个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会把国家资源拿来栽培自己的政治人物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学习 我们把一个政治人物栽培到某一个地步 然后他有达成阶段性任务 他当然可以转换他的跑道啊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 现在美国跟日本关系特别好 但日本就像刚才成如云之议员所说的 两年之后要放这个核废水啊 是不是也用这个方式 也吃吃台湾豆腐 秦皇你认为 我觉得这是不同层次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日本排放核废水 那个是他自己有一个辅导核电厂问题要解决 但是美国跟日本 现在在处理一个世界级的 我们讲说一个外交政策上的变化 那这个其实是有战略上的问题 那像刚刚云之有提到说 这个对台湾有些厂商开始会造成影响 为什么会谈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中国自己把它搞出来的嘛 就你把它搞成就是说 现在整天三不五十军舰绕台 军机绕台 然后说有导弹要对着你怎么样的 你把态势拉到这么高 你想想看哦 以前台商在做你生意的时候 我东西卖给你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现在因为你 每天剑拔弩张对着台湾 好了现在来了 大家就会问一件事情嘛 如果你把我们台湾卖过去的晶片 用在导弹上面 用在这些武器上面 到时候导弹反过来 对着台湾打 武器反过来 对着台湾的时候 我请问一下 对这些厂商 跟对台湾来说情何以堪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台湾现在开始有些台商呢 或说台湾的企业呢 在做生意的时候 现在会遇到四个字 叫底线问题啦 你就开始会面临到 有些事情的底线问题 能做不能做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股票市场 在过去一周的时候 讨论到世新 讨论到这个金利科 这些企业呢 讨论到说 你有没有东西呢 对台积电下单完了 本来中国现在华为 跟一些企业买不到台积电的单的哦 结果因为你们下单完了之后呢 他拿得到这些单 拿过去之后呢 本来签好说 不可以用在这个军事用途上 但中国管你了 他就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军民融合的国家 国防跟民间企业 随时可以交替 互相使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都无法确定 他这些东西 能不能拿去做军事用途嘛 结果现在美方告诉你啦 说美国现在告诉你 他有调查过之后 发现有些东西 真的拿去做军事用途 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商务部还把它列进去黑名单里面 那你说他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企业 当然会嘛 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说 像美日这声明发表完之后 象征一个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 那么这个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 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经济 或者国防上的议题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他其实为什么影响到台湾的企业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啦 稍后回来继续看 国际政治的现实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有创了这个历史记录哦 一天之内被中国 被美国 被欧盟洗脸 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 我们来看到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说现在同时被中国 被美国 给欧盟 三个国家统统洗脸他 那主要将一直被洗脸 第一个可能连任的希望也不高 二方面国民党的绳承得越来越弱 对啊 这个江启臣 他就是从呢 因为他4月14号的时候 国台办就先讲嘛 马小光就讲说什么 1949年呢 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岛 已经失去了代表合理中国的地位 这个其实针对的是谁呢 是国民党结合共识里面的 一中各表的意思 一中各表 他国民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成为一中一个中国 只是我国民党心中的是中华民国 中共心中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马小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没有各表了 这个一中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不要跟我讲一中各表 然后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那其实这个意思 从习近平2019年1月2号的时候 就已经讲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步步迈向 一国两制的一个过渡期 那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到现在都把他说话讲得更明白 就告诉国民党听 你要过来我这边 要跟我谈生意 要谈合作 很简单 就承认一中 承认一国两制 没有模糊空间了 所以说你这九二共识 根本就是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我们了解 他之前说过 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要开发一些新的 他就先被马小光先狠狠打脸 叫人认清事实 然后就江启臣 就没有被美国官员邀 一开始还有一点脑袋有点错乱 就说这都是民进党害 你说陶德来的时候没有被邀请 陶德来没有被邀请 很奇怪 你林维州都有被邀 只是他自己不去 那代表什么 林维州还是反美朱公投领先人 意思是对美国来讲 他不在乎你来反美朱 你按规矩来你要好好讲 那为什么他没有好好讲 那就是卢秀燕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就是突袭丽英杰 就说什么我们闭门会 结果就把记者找来 当着记者的面 突然间丢出美朱的议题 让他一时之间 不知道怎么样适当的回应 那丽英杰吃了这个闷窥之后 这件事一定回报去美国 那对国民党来讲 他想法是说 那个时候他觉得拜登已经胜选了 那丽英杰没有用了 所以说不用管他 不用尊重他 趁着机会作秀 给这个深蓝的人看 所以我们敢反美朱 当然是回报给美国听 包含江启臣那个时候 还传出说有私下想要去 跟丽英杰道歉会面 结果那时候国民党中央还跳出来说 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绝对不道歉 我们绝对没有要代表台中市政府 跟美国道歉 那你这样一讲说 美国就更气了 这个原本气在卢秀燕头上 现在算在你江启臣 气到整个国民党身上了 对所以说他直接对你国民党主义 觉得更把你略过 就觉得不想理你了 对江启臣来讲 他现在最后的保命符 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用党内的一些规则 3月31号之后再缴党费都不算 他觉得他掌握党员名单 因为很多人还没缴党费 就不能投党主席的票 那这张启臣自己的如意算盘 那不一定会算得准 那结果江启臣4月14号没有被邀之 4月15号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弄了一个 跟欧洲的人权 座谈会国民党弄了这个会 结果会上想一想说 还用这个方式证明说 虽然说美国中国我们关系不好 至少我们跟欧洲关系不错 结果欧盟会长就直接讲 就是说我们最在乎的就是 只要废除死刑 在乎人权跟民主 那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打到这个 因为国民党去年的时候 中常会上说要提一个反废死公投 那台湾现在是有死刑 那你维持现状的公投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合理 国民党很显然 他根本也不是很在乎什么死不死刑 他就是借题操作 欧盟就是很婉转告诉你说 你去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操作的主张 你本身就是一个不民主 不人权的政党 所以江启臣他先被马小光 再被美国被AIT 再被淘德 然后再被欧盟一连串 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被日本打脸了 为什么 一直被讲什么核废水 你知道香港的媒体就掉资料 中国49座核电厂 排放的标准比日本的标准更宽松10倍 那你就 好了你先不要讲 那你说不反中国的意思是这样吗 你怎么不反中国 然后中国实际上排放多少核废水 他就没跟你讲 其实你就算说 中国核废水 就算他标准超严苛 超干净 大家也不信啦 你看他过去从病毒到疫苗等等 他造假数据这么多 所以当你对日本核废水这件事情 必须要去检测 必须要去反应 而是这个国民党 现在连日本把他当敌人 那边吵那边打 一直说什么 你这个反应的强度不够 还干嘛 你连日本也得罪 美国 日本 欧盟 通通都得罪 连中国也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国两制 那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还在哪里 我想你快要消失跟灭亡 谢谢大家 谢谢